把握週末各政黨的總統參選人 麗平陸展 近日108克綱是引發了熱議 國民黨侯友宜點名賴清德 不要製造世代對立 也承諾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會召開教育國際會議 賴清德則是感嘆民主得來不易 呼籲臺灣人任心 香港已經沒有民主自由 別讓臺灣步入香港後塵 這位柯文哲到彰化跑行程 受訪時左批藍營高層吃香喝辣 又供賴清德不拆違建 積極突圍 高呼口號展現團結氣勢 把握週末奏勢拉抬立委選期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胡友宜 自認是正港土機 也在為108克綱槓上中央 點名賴清德不要製造世代對立 賴清德 不要製造世代對立 後遺承諾若當選總統後會召開 教育國事會議 至於民進黨賴清德則與副手搭檔 松美琴到高雄平路站 為掃機站臺 賴清德表示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 也是美麗島事件四十四周年紀念日 民主得來不易 呼籲臺灣人認清香港 以無民主與自由的事實 別讓臺灣不辱 香港後塵 香港的民主已經破壞了 自由也已經不存在 民主經濟也受到很大影響 我們一定要堅守我們的民主 科文哲十日到中華跑行程 受訪時左批藍高層吃香喝辣 右供賴清德不拆違建 實在太高慢 利拼突圍藍綠夾沙 而外傳民眾黨的部分區立委席次 將原本的八席目標下修至六席 科文哲駁斥沒有所謂下修問題 只是要從期望值的基準線 繼續向上努力